今年來國人健康意識抬頭 運動休閒 成為不少民眾放假的首選 而古都台南市 過往舉辦大型運動賽會 所帶來的人潮不容小覷 體育局因而發想 把運動結合觀光 讓兩者形成一種雙向交流 因為人潮就是前潮 我們希望這個休閒運動的開展 然後也能夠把觀光的事業 能夠帶進來 然後很多的觀眾到台南來 他來這邊參加運動 或是來參加路跑的活動 或是來觀賞這個賽事 運動賽事 其實他不是只有來這邊看賽事 他到了台南以後 他會去觀光 會去旅遊 一定會去吃小吃 然後到海岸路啦 到國華街啦 那無形中這樣就是把觀光 跟運動的這個賽事呢 然後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舉辦國內賽事 為台南帶來的是 來自台灣各地的觀光客 那麼舉辦國際賽事 就有機會再擴大觀光客群 吸引外國旅客去到台南 所帶來的商機將更可觀 例如台南市從2015年起 取得連續七屆 U12世界盃哨棒賽主辦權 目前已經舉辦五屆 台南市體育局長陳良前說 每一次主辦U12比賽 都會吸引許多國外選手的 親朋好友來台 除了看比賽 來到以觀光聞名的台南 當然要來上一場深度旅遊 那接下來我們在七月份 我們每兩年有辦一次 U12的世界盃的這個哨棒賽 那我們聯繫辦七年 七屆都在台南 那每一次在辦的時候 吸引了這個外國的 這個旅客到台南 那更多了 除了我們國內的球 這個球迷到台南來觀賞 這樣比賽以外 我們也有國外的11支球隊 到我們台灣來 那11支球隊來 很多家長很關心 像去年就很多的美國隊 還有澳洲隊 還有甚至還有韓國隊 日本隊 都帶著媽媽團 爸爸團 然後來這邊 為他的小朋友加油 因為他來這邊要吃 要住 要旅遊嘛 所以無形中帶來 很多的這個光光的效益 然後帶來的前朝 針對U12外國球隊 選手家長的需求 台南市體育局 也打算替他們量身打造 完善的套裝行程 讓外國觀光客 對台南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 每兩年辦一次的U12的世界杯掃放賽 很多外國隊的這個家長 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它弄成一個套裝 我們台南在地這邊呢 也可以來幫忙這些外國的這個家長 安排整個套裝的旅遊 觀賞比賽 然後可以旅遊 看看我們台南這個廟宇最多的 這個地方的這個城市 然後也讓他們享受我們台南人的好客 然後吸引這些外國人對我們台南 留下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陳良前認為相較於國外 台灣對於運動結合觀光 普遍感到陌生 這點仍有進步空間 期待未來只要台南市舉辦賽會 都能朝著兩者結合進行推廣 讓活動盡善盡美 那我們台灣可能比較對最後面 比較沒有就是很單獨的 辦賽會就是賽會 沒有辦法把這個賽會 然後結合一些觀光 這個是我們要在家長未來要加強的 辦一個賽會絕對不是一個體育局可以辦 一定要結合我們市政府裡面很多的局處 一個運動賽會是很多單位 然後結合在一起 才能把它辦得非常完美 那這一未來我們會很多的賽會 我們都會從這方面去做推廣